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今天的青少年啊 在除了完成自己的学业之外 特别愿意远复和旅游 我觉得我们走进自然山水啊 其实是走进历史的山水和文化的山水 在走进自然的同时啊 要更多的去实现文化的感受 这个是青年人啊 在旅游过程中啊 特别需要培育的 我觉得要关注两个 一个是要做好更多的文化供给 既要在学校教育里面通过 课堂 教材 读本提供 同时我们整个社会啊 要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 优质文化资源 让他们可以在 这个节假日 周末 各个时间里面 能够感受 各地的博物馆 美术馆 就是要调动 社会的文化力量 来支持青少年 这个文化素养的提升 文化视野的拓展 在青少年的美与上下功夫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